大家好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很簡單的程序化交易的開始 三個很多朋友問的問題 Who, What和 Why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其實我沒有關於計劃的經驗 或者我不是讀數據 我不是讀數據 我可不可以做程序化交易 其實是可以的 你如果是有數據的背景 或者是有物理學的背景 當然可能會有少許的幫助 但其實一般我們程序化交易 你只需要懂得最簡單 譬如說什麼是平均 怎樣拉一條直線 或者一些很簡單的中學學過的數學 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大家 可以開始做程序化交易 就不需要一些很深奧 很高深的學術性背景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都說 我其實不是很懂得寫程式 其實之前也有提過 如果你還沒寫過程式 其實現在很多程序化 是一些我們叫做高級的程序化 其實跟寫英文會很相似 大家可以嘗試在那些語言上 開始著手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問 市面上聽到很多名詞 譬如說是量化交易 程式交易 高頻交易 program trading algo trading 其實這些全部是什麼 或者其實他們的分別在哪裡 我也想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我們其實現在在市面上 大家看到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到的 我們一般統稱用電腦自己幫我們交易 就叫做auto trading 在auto trading裡面其實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就是 execution 即是我們交易的執行 另外一部分就是交易的決策 即是我們其實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去做落單的指示 在交易執行下 其實我們以前剛剛開始 algo trading 或者全名叫algorithmic trading 其實是什麼來的 就是很多iBank或者投行 他們以前因為他們 一落落很大單 怎樣可以把這些大的單拆細 然後減低成本 這個就是最初最初什麼 是algo trading的來源 去到現在我們其實很多叫做program trading 其實簡單來說 program trading就是我們 將我們自己有的一些交易的概念 將它編碼之後 放在電腦上 當電腦幫我們分析了數據 而它覺得符合我們的條件 就會幫我們做買賣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program trading 當然因為其實裡面 我們也會牽涉到一些交易成本 或者怎樣去把那些訂單 到底出多少張 所以現在program trading 和algo trading 已經是很難分的 我們一般其實也不用分得很小 我們一般都叫他們program trading 或者algo trading 其實大家都明白它是什麼 還有一類就叫high frequency trading high frequency trading 其實就不是說 一般我們在家裡那麼容易做到的事情 因為它在電腦的需求上面 在線路的需求上面 在programming的一些仔細的語法上面 其實要求都是比較高的 當然也會牽涉到比較多的交易成本 所以calcal frequency trading 其實一般現在在家裡 就不是很普及的 當然在一些大機構裡面 都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暫時我覺得大家可以在一些很簡單的program trading 其實是牽涉到一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選擇一個交易平台 這些交易平台 其實大家在網站上面 可能都看到很多的了 可能包括了Multi Chart Ninja Trader Meta Stock 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到的一些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首先需要拿到一些原始數據 或者我們叫做市場資料 譬如說我們在交易股票也好 期貨也好 外匯也好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數據 放進電腦裡幫我們做計算 另外就是電腦 接著會幫我們處理這些數據 然後根據我們自己設計 或者我們自己做一個模型出來 我們去進行編碼 然後這個模型就會幫我們做一個交易的決策 決定我們什麼時候會下訂單 然後再加上我們在計算裡面 當然會有封控管理 譬如說我們什麼時候會止洩 什麼時候會止賺 下多少張單 什麼時候加單 什麼時候平倉等等 到最後就是我們需要找一個合適的券商 幫我們把這些訂單交出市場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 程序化交易的整個程序 procedure 也有很多朋友問我 其實我還未開始接觸計劃 為什麼我要做呢 或者加約了之後 或者試過之後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有很多的好處 首先就是 我知道很多朋友 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 在買賣股票 投資 期貨上 外匯 期權 其實在電腦 現在這個年代 已經幫到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它的計算 包括它的落單 同時間 其實電腦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 減低很多人性的弱點 譬如說是我們貪婪 我們的恐懼 以後下來的幾集 我都會多些例子 去舉例給大家知道 人腦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絕對需要跟電腦配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要決定 譬如說當日的市況 是不是有什麼突發事件 究竟我們開不開機 或者開哪一類的策略 還是全部都開了 我們的止選位置在哪裏 有沒有需要調整我們的策略 等等等等 這些全部是我們人 和電腦是需要配合的東西 所以不是說我們做了 program trading之後 我們可以偷懶 只不過我們的精力 就放在其他地方 但當然在 trading hour的時候 大家可以舒服很多 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可能久不久去看一看 自己寫了的program 或者在用的program 究竟是否盈利 或者狀況是怎樣 有沒有斷線等等 已經可以了 我也建議大家 在 trading hour 不要看太多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忍不住有人的弱點 就是很多時候想人手 去介入我們的電腦交易 但其實因為我們電腦 我們做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因為經過很可靠 一段時間的回測 我們覺得這個策略是可以的 我們才會去做 所以如果我們人手去干預了之後 其實可能結果就不會一樣 也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就是其實人手的交易 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是會忍不住出場 比如說以下這張圖 大家會看到其實信號來說 其實他的策略 就在差不多最低位的時候平了瘡 但因為他遲瘡的時間 其實曾經中間是有 沽了瘡之後 其實曾經有上去的 其實我們就發現 很多時候這些地方 電腦很可以幫到我們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自己人 看著的話 我們就忍不住 可能在一些他回來的位置 就平了瘡 就不能夠吃光整個浪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在 現在這個時間開始 也是認真地考慮 是否應該可以做 計劃投資 去幫助我們 將我們的交易自動化 更加盈利能力更加高 以及將子選做得更好 今集先說到這裡 有更多的內容 會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給我一個讚好